小伙伴们常问到一个问题 小长老西你为什么总是自己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 上一期咱们说到的是 你先天的 我自己这个基因啊 或者先天这个原生家庭决定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期咱们来总结总结 就是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我自己靠我自己的这个力量 靠我自己的后天的这个努力 我自己做对了点什么 咱们总结这么几点吧 第一点我觉得我做对的就是 我从小说句实话 这个一点都不亏心 我觉得我还算是挺努力的 你从小学初中高中的什么学习呀 包括等等什么学生工作呀等等的 所以我的努力带来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就是我给自己争取到了 在这个社会上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你我不是说我当中学老师 就是这个社会的地位就比较高 但你注意啊 就是当中学老师和中学老师也是不一样的 我当时就觉得我想要当中学老师 我一定要到全中国最好的那一批中学去当老师 那我愿意在北京吗 那肯定要去找那个北京市最好的那一批中学呀 所以你看 就是我看很多咱们那个小伙伴们 包括什么私信呀 包括给我留言什么的 哎呀就跟我讲 老师我也是当老师的 我们学校怎么怎么着各种各样的奇葩 然后怎么压榨我们老师 然后这个家长多么多么难搞 啊 我都我都我都看像看天方夜谭呀 我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这些事我真的基本上没有经历过 比如说当就是那个应聘点学校 学校里面资源就很好 你比如说我就记得我当时那个 毕业一年以后 因为我硕士学历嘛 我毕业一年 第一年是在实习期 刚过了那个实习期 然后学校办公室的那个老师 就给我发了张表格 干嘛呢 什么宗教一级的什么支撑表格 我当时真的没当回事 反正自然而然的 你够了这个格 够了这个条件 他就给你这样一个支撑的这个 这样一个资格 对吧 我当时还问那个老师呢 我说这玩意平常中教一级有什么好处呀 老师那个办公室 然后就说从此以后你的美睫课代课费 比以前多六块钱 我当时还心里蛮不放在心上 我都说啊 才六块钱 结果后来我是过了 哎呀得过了五六年了 然后我跟我们其他的大学同学一块聊天 他们也是在北京市的其他中学 这个这个当老师的 都工作五六年了 然后他们说他们学校的几个年轻老师 然后为了什么宗教一级这个职称 然后怎么着明争暗斗 怎么打得头破血流的 然后我还心里想我说什么什么中教一级 哎我说中教一级难道不是这个天生的 你够了资格就可以有了吗 后来我一打听才真不是这样 因为我原先工作那个学校 是教育部直属的高中 所以我们学校的什么 这个钱是财政部直接划播的 这些个什么职称啊 什么这些名额是教育部直接给的 所以他相对来说就充裕很多 但是其他中学就没这么幸运了 就教育部比如划播到北京市 北京市划分到各个区域 然后各个区域再分到各个学校 他当然就紧张很多了 对吧 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个学校呢 给你提供很好的这种资源 就当这种狼多入少的时候 大家去争强 大家的姿势都不好看 并不是说在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里面 大家就没有什么争斗什么的 但是毕竟大家彼此 我觉得是有一种体面在的 就是不会说表面上就是那种撕破脸啊 就让你感觉到特别特别邪恶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是没有感觉到过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要为自己争取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你只有飞翔在云端 你才有心思 向这个周围去看看旁边的这个风景 当你自己都在一个泥潭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只剩下挣扎了 你是不是应该第一件事情先想的是 我如何挣脱这个泥潭 而不是说在这个泥潭里面 我怎么能挣扎的开心一点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经验 第一个经验 给自己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的地位 然后第二个经验 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性格里面吧 就是我慢慢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的 就是我对于这种认知的 这种相信的程度 非常非常依赖 就是我 你说我这个人从小谈恋爱呀什么的 你说能没遇见过几个渣男吗 就是这个情商啊 就各种什么坑蒙拐骗 其实咱也受过 但是我觉得我受到这些个什么感情之类的伤害吧 我觉得我走出这些伤害的这个方式和途径 不是说什么时间的流逝 哎呀 他慢慢这个伤口又愈合了 我不是 我觉得我最纠结 最难受 最走不出来的时候 是我打心眼里面 我想不通这件事情 但突然有一天 当我把这个事想通了 哎 你就好像就是一个气球 然后里面就憋着那个气 捏着那个口死 我气球撒不出去的时候 你突然间想通了 这个手一松 我瞬间就不难受了 你知道吗 瞬间心情就变好了 这第二个就是 我就觉得 就是你要培养自己 就是对于这种提高自己的认知 能够想通很多事情 然后带给自己的这种心情 很多通畅的这种感觉 然后第三点吧 第三点我觉得 嗯 我还有一点做得很好很好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这个人 从小智商并不是那么特别 出类挂拔萃的 我从小是从来不吝惜去下那些 笨功夫的 哎 我就记得我原先上初中开始吧 我就这样 比如说数学老师就跟你讲 说这道选择体验 你看他本来就是道选择体验 然后他有时有简编方法的 比如说你带进去一个树 你验证 ABCD选哪个就出来了 我说妙诶 但是我绝对不仅仅局限于 这个简编的方法 我下课以后 我一定还要去问问老师 那他正规的解法是什么 我要想不出来的话 我肯定就会问老师 不然的话我就感觉到 我不踏实你知道吗 所以我从小从小 就是甭管是学习还是工作 我是绝对不吝惜那个 去下笨功夫的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这么下功夫 你就会觉得你的做很多事情 可能比别人要慢一些 你做很多东西 要比别人要吃力一些 哇 但是随着这些年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时候 大概35岁往后 你就觉得 其实我已经在开始 吃我这个过去做的 这些个功课的红利了 就是比如说 我原先来教学生的时候 教学着文言文 这个字 他为什么能写这张那个意思 别的老师可能就说 你死记忆背一下吧 这个字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你想不到 你想不到 但是我就会去抓一个想法 就对 这个字 他为什么能写这张这个意思呢 我就去查 我就去学这个汉字 他最初是怎么构造的 然后他 他从这个角度 引申出那个意思 从那个角度 他可能能连强出来那个意思 哎 我从这个角度 给学生解释清楚了 哦 学生清楚了 关键我的长进也特别大 所以诞生了咱们现在的 小喵学次这门课呀 对不对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 开始吃这种东西的红利了 你就发现 哎 就是 所有的这个事情 你没有说 我给大家讲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我自己心里面是心虚的 你这种坦坦荡荡的 反正我做什么事情 我把最苦的那些活我都做了 把最多的该下公布的地方 我全下到了 我没有什么可 就把心里那种不踏实那种感觉 哎 就是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对于人的这种踏踏实实的感觉 特别特别有帮助 然后继续啊 再说如果有第四点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 哎 就是我就是 我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是我真的想去做的话 我肯定会坚持的 你比如说当时我硕士毕业的时候 我爸第一个想法 他要让我继续读博士 读完博士以后 待在高校里面去工作 他就觉得哎呀 这个多好对吧 他就不愿意让我当中学老师 哎 我就坚持了 然后这些后就前 前两年 我当时特别想做这个短视频 当时你知道 当时的什么抖音啊什么的 还是纯娱乐的那种平台呢 我就说我想在抖音上发视频 然后我在IT男就非常反对 我是使用了点小妙招 我把它劝服了以后 哎 能让我发少事情 你还是发现 其实我每一次的坚持 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 我觉得我想做的 我认为是正确的 我觉得是适合我的 然后做了以后 我觉得都能做出点成果来 我觉得都非常开心 好吧 然后再在最后 第五点吧 就说五点了 第五点就是 我这个人 我给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的兴趣爱好 我是真的很喜欢 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去跳舞 哎呀 我都不知道 咱们现在回到北师大教工食堂 每周五和周六晚上的 这个舞会上 能不能还流传着 我当年的英姿和当年的传说 哈哈 然后我本次就跳舞 喝茶 而且我那个喝茶 我的每一项爱好 都不是说 这种夫皮疗草的浅尝者之 我是真的能钻进去 我好好学 我喝茶的这项爱好 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你社会保障部颁发的 高级茶艺师的资格证书的 我倒不是说 这个你有这个证书 你就有多懂 而是它记录着你学习和钻研的这个过程嘛 对吧 然后包括后来那个 喝茶 爱喝茶 也爱喝酒 然后那个 就是哎 我还会做肥皂 你知道吗 就是肥皂不是说 咱们在那个某榜上买那个材料包 你放到那个微博楼里面盯一下 你再厚厚点买什么 不是 不是那样 那肥皂非常麻烦 拿那个油水和碱 然后混合 然后酒 然后放很长时间 那种纯手工的那种特别原始的那种肥皂 我还自己会做护肤品 我还去研究那种芳疗 什么精油 什么的 然后我最近又新入了一个坑 我最近爱骑自行车 反正就是你想 就是别人就特别害怕独处 说一个人干点什么呀 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待着那个时间太不够太不够了 就能哄我自己玩的这个东西太开心太开心了 还有个这个爱好是什么呢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小家伙天天给我带来多少多少美好的心情啊 我每天早上很愤恨 我早上为什么要起床对吧 起来以后我家小端午 我家狗蛋呢 狗蛋呢 没在没在 跑过来冲你喵喵叫一叫 在你腿上蹭一蹭 哎呀 觉得这个生活真是无比无比的美好呢 是吧 嗯 对哈 妈妈说的对 对吧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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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